這棒打擊出去 在中間方向飛行距離還蠻深遠的 最後是落在的缺打牆腳邊 這個時候青崖有已經到過三壘要準備回甲本壘了 這樣比賽就只花下句點了 余生劇集出聯絡第400隻的再見安打 我相信打了再見安打大家心情都很開心 就是大家都堅持到最後一刻沒有放棄這樣 這樣的比賽我好像也是第一次打到12局 我個人啦 球隊可能有可是我個人這樣 10局下的時候 那時候想法可能會比較多 可能說打到球就有機會啊 或是滑鬆上來就是讓後面的隊友去攻擊這樣子 然後就比較可惜就沒有掌握好 然後12局下半 那時候就告訴自己 放開一點 其實教練團也有提醒 學長也是提醒就是放開一點 設定好你自己的球路這樣 積極做攻擊 我知道大家也經歷也想完 所以最後打到12局 大家都蠻拚的這樣 對啊都有撐住 其實那時候我也是一二軍上上下下 就是到了上半季後半段上來 就是大家都是一起討論要怎樣一起 就是團結起來 贏下每一場勝利 就是都會提醒就是幫隊友加油 就反而這樣子加油鼓勵 讓自己的信心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 當下我也一起喊 只是沒有拍到我 就是你這樣子喊 休息室的氣氛當然很好 就是你上去打 你就覺得放開心胸去表現的感覺 對啊 我打了第五年吧 其實我覺得我個人 信心還要再更加強一點 就是個人的信心 就是遇到狀況要怎麼去面對這樣 其實教練團也是跟我講 就大膽一點 像總教練也會跟我說大膽去做 不要怕失敗這樣 所以我上場都會 就是把這句話放到腦子裡 因為我們大家的目標都一樣 就是總冠軍 對其實 其實希望每一場比賽 就是氣氛可以像昨天那場 這樣就一直打下去 我相信結果一定會是好的